没有完全的处理 周末有空拿出来再加工加工 今天是比较干爽的牛肉干系列 开场的是两个成年 两个大人 外耳道的叮咛叹色 处理很简单 直接勾出来就完了 多数的叮咛叹色 可以直接的勾去 在二雷镜下 二雷镜的变息度 能够很好的区分 叮咛组织和周围皮肤的界限层次 肉眼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肉眼的话 它这个勾子很容易就直接勾在皮肤上 或者对皮肤造成挤压 呃 产生那种疼痛 导致没有办法很好的配合 变面还有点小的边角料 吸引器 处理一下 传统呢 需要软化 像刚才这个 完全堵满的 这种一般原则上至少要软化两到三天 完全泡成这种吸汤 以后再来处理 这种比较耽误功夫啊 耽误患者的时间 对于 接诊的接诊的医生来讲 是节约了时间 看一眼 呃 开点药水回去点去吧 然后再来的时候 呃 很多医院是 专门有 呃 护理人员 做冲洗 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 病人特别多 在门诊 呃 来说呢 这是一个节约时间的方法啊 不能说对于错啊 他这个有错综点 那医生把这个时间节省了 那么处理其他病人的时间 相对就长一点 那对于这个定神双色本人的患者来说 那就搭进去的时间要多了 这东西呢 各有优缺点吧 呃 这个呢 也是同样的啊 定神双色 而且是自己用棉签 长期挤啊 怼啊 中间一个很深的坑 挤的非常的磁 属于顶天立地的 这个病例呢 是双耳 另外一侧在别的地方处理的时候 搞破了啊 弄得很疼 害怕了 就没敢在那边弄 然后过来说 找我试试看 我本来想直接取 但是这个人确实 那边那个耳朵 弄完以后 可能也是非常恐惧 再加上他本人的这个痛欲值 呃 可能比普通人要确实要差一点 刚才勾了几下 呃 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这个明显 这个明显就是像一个窝窝头一样 被压的这个坑啊 那这种情况也不好再去强行勉强 因为这东西它确实有点疼 那就还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啊 把边上抛软一点 就相当于润滑一点啊 这个时间呢 可以在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这块东西如果要完全泡软 泡成信气 就像吸这个西周一样 吸收来的这种 呃 这是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十几分钟时间 可以把这个边 泡的光滑一点啊 也是可以的 从时间上来讲啊 节约了这个患者的时间 这是一块 比较啊 确实比较硬的一个 牛肉杆杆啊 完全是被自己拿这个 棉签给彻底捅出来 这真是没办法 好 后边的呢 就是二小朋友的了 这是一个小女孩 大概七八岁吧 处理之前也是跟家长沟通好的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 如果孩子配合的好 那么我们就试着处理一下 如果孩子反抗剧烈 就不去强行的 去操作了 因为这东西本身对儿童的影响 非常的小 不影响他的日常的言语 交流 生活学习 没有实质的影响 而且在强行处理过程当中呢 很容易造成这种 外耳道的损伤啊 有的时候甚至把骨膜捅穿了 在理论上都是有可能的啊 确确实实发生过 结果每次都讲这个 讲了好多遍了 这个孩子呢 比较老实啊 虽然说确实不太舒服啊 但是全程配合还是不错啊 也很紧张 因为这个镜头可以看到比较抖 因为我的这个是左手拿着内镜啊 手腕胳膊肘的地方 撑在他的肩膀上 作为一个支力点 因为完全悬空的话 他这么抖更不稳啊 就所以随着他的这个身体啊 可以看到镜头是在抖动 勾支呢 只去勾取 定用的组织 不醉周围的皮肤 尽量减少接触 他这个质地其实还是比较软 儿童的话 出现像前面那个 那么坚硬的比较少 成人很容易 儿童的相对比较少 就像牛肉干啊 有那种全风干 九成以上的那种啊 咬的牙力 就真的给你咬一个 树棍似的那种 那个丁硬栓色 成人有 但是成人其实也不是 个个都那样 小孩就比成人要少一些 非常少 因为小孩毕竟耳朵里 这个东西存的年份少 形成那种全风干的话 就需要时间比较长的 因为丁硬组织 本身产生以后 它是有一定的油脂的成分啊 这个油脂成分 慢慢耗尽 它是需要时间的 贴近骨膜的话 就不能再用勾支了 吸引器 对孩子来讲都不安全啊 因为前面的这个操作功能上中 小孩配合的不错 所以这次才胆子比较大 去处理吸引器 有的时候我处理到这儿 孩子已经开始哭鼻子了 就撒手 暂时不动了啊 因为剩下的可以等 它在自然慢慢突落 儿童出现叮铃双侧 是在这个年龄段的一个 很常见的生理现象 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不能称之为一个疾病啊 是一个生理过程 多数的孩子都有 我觉得至少得有一半吧 因为你要说作为一个疾病 那他应该是一个少数的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你要如果是半数以上的人都这样 这在叫疾病有点过了 而且他对孩子的影响很小啊 刚才那是那边 呃 现在是另外一个耳朵 这个小朋友是两侧啊 这边这个已经都堆到口外了 家长还是呃 因为长期看我的视频他也知道家长从来也不碰 这个是家长是正确的啊 很多我看留言底下 有人说这个堵成这样 咱们家长也不动啊 家长去操作啊 很远远比医生操作产生损伤的风险高得多 我的私信你经常可以看到啊 不能说每天吧啊 基本上每周有时候都会遇到 说这个给孩子弄耳朵的时候捅出血了 怎么办啊 这个这个也实在是精力不够 因为平时不可能去注意回答啊 所以你这东西预防为主啊 家长管好自己的手 你没有那个能力就别瞎逞能了 还有好多二杆子这个 自以为是清理完了以后拍照片给我发 这要在我群里边我上去就是一顿骂了 手欠了多余干这种事啊 人家不认识的人这个不好说这些 有时候就装看不见还不搭理就完了 你弄的那点东西对孩子来讲没有实际的意义啊 而且还有风险 你偶尔一次两次可能是没事啊 长此以往 你这早晚要出事 小孩他不像成年人啊 能够很稳定的配合 你不知道哪下动狠了 他突然一转头 对吧 何必呢 而且他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大概率会自然脱落 想想全国的这个孩子有多少人 那么大部分孩子都是从这个年龄段这么生长过来的 个个都去医院清理嘛 那不可能呢 难道所有孩子长耳朵都一直从小堵到大吗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自然脱落了 真正其实到医院来清理的只是少数 只是少数 而且能够配合医生做这种良好操作的呢 更是少数 不配合是正常的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在我诊室之外 给他看一会儿我的视频就能解决 很多家长都这么认为 也说给孩子多看一会儿他就能理解 没戏 他该不配合一样不配合 你给他看从小看到大也没用 这个对于这种恐惧是人类人类的一个正常反应 你看前面刚才那个成员人都扛不住那个勾芝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来